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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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远 我没什么事先出去吧 帮我把门带上 来 喂 睦睦 去我房间床疼 看看有没有白色药品那样 来 姐 我找到那个药了 对 那个是我刚抑郁的药 赶紧帮我拿过来 现在 你 你现在要我去杀精英现场吗 姐 你要不让那个月月回来一趟 不行 如果让别人都知道我有精神疾病的话 就再也没有人找我拍戏了 好 那我怎么给你送过去呢 你赶紧想办法 把药给我送过来 来 冯冯姐 你要吃点东西吗 我没事 休息一下就好了 等等 干吗呢 送外卖的 谁订的 电话给我 那个 那个 我刚刚打过电话了 没人接 谁的 姚梦归助理店呢 那个 问问姚梦归那边 是不是订咖啡了 是 订了 进去吧 等等 这么热的天戴头盔干吗呀 喂 喂 喂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已经在门口了 对 这边有人拦着我 我来了 简 是我 简 在这儿 我在这儿 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了 没事了 还好你来了 我今天撞到真的太差了 以后再杀青宴上 我肯定会露线的 姐 你别胡说 你可是要梦归 沐沐 要不今天还是你替我去 姐 你该做回你自己了 我们都应该 回到各自的位置上了 你要勇敢一些 那我走了 就等等 你不如留下来参加杀青宴吧 你不如留下来参加杀青宴吧 下面有请我们的女主角姚孟归上台至词 大家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是姚孟归 也是出雪之下李龙静的扮演者 非常感谢大家来到我们出雪之下的杀青宴 一直以来呢 我都对能够加入我们这个大家族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 我呢 是第一次演戏 所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 有很多很多的不足 但是非常幸运的是 张导从来没有因此责怪过我 反而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细心的指导 对 那在这里呢 我也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出雪之下 所有的演员以及所有工作人员 因为没有你们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成为剧中的李龙静 谢谢各位 婚姻记者队了是吧 谢谢大家 放手 别碰我 没事呢 把手放下来吧 把手放下来 各位 今天呢正式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 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妹妹 肖默 我家 姐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它们就突然都冲我过来了 这 这件事情都怪我 你不应该那么冲动的 你应该装不认识我就好了 你 你怎么能承认双胞胎的事情呢 好了 你不用那么紧张 没事的 坐吧 那一刻 我站在台上看到你被欺负 忍不了 我就说出来了 这是天意 是老天爷让我们姐妹俩不要再躲躲藏藏了 从今天起 你就堂堂正正地住在我家 以后所有的事情都由姐姐来处理 知道了吗 姐 我是不是跟你闯祸了 你不会怪我吧 你是我的亲妹妹 我们是最亲的人 我怎么会怪你呢 小心别晒黑了 回头晒黑了拍夜戏 我还得拿手帘筒来找你 爸 创口贴在哪儿 创口贴 怎么了 你让你打了 谁能打我呀 爸 你没事少看那武侠小说 我这刚刚干活 手不小心摸起水泡了 那不小心 重不重来我看看 不严重 小事 行了 我去给你买创顿这个 不用了 不用了 马上好了 能抛上啊 嗯 好了 小心点啊 干活去了啊 好 别跑 请问姚老师 你跟宋慈合作感觉如何 跟宋慈老师的合作 还是非常愉快的 因为这一次呢 是我跟她的 第一次正式在戏上的一个合作 秦天 我看到你给我写的信 你说 如果我出国以后 那我们的关系也结束了 我不明白 我这当爸的没本事之后 坑妹子 我都没跟她的 都不同意 同如不同意 谁把我搬呢 在吗 你干什么 你为什么不会有消息啊 我没看到手机 什么 我刚刚还看见阅览男子拿手机扫你呢 你偷窥我 我拿手机这张扫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是扫码收款啊还是家好友的 你以为我傻呀 这跟你有关系吗 怎么没关系 你为什么不会有消息 吊着我是吧 别给脸不要脸行吗 谁吊着你了 像你这种女人不知道在外边做过什么烂七八糟见不得人的工作 回来就知道装纯欺负我们这种老实人 我告诉你没门 要么你就跟我好好谈 要么你给我一交代 跟我走 你发疯了你 爸 你快出来 爸 喊人 你别有怕你 缩手 你放手 放手你 对什么 我拿 放手 你谁啊 我都录下来了 打你也是见一有为 没关系 咱们去派出所慢慢扯 你不是有编制有身份的老师人吗 叫上你的亲戚朋友 哦 排女姑 开直播 带上她八百块的粉丝一起去 还不滚 你怎么知道她姑快手八百个粉丝 因为 我 我 我也是她的粉丝 所以 这一切都是你做的了 谁把我搬呢 我姑说你挺能干的 还真是 我妈肯定特喜欢你 你妈找你 说你爸摔了 我不想打扰你 我只想偷偷地看你一眼 好 谢谢你的帮忙 你可以走了 肖默 我 我很担心你 我回我自己家 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陈墨 如果你真的像你自己说的那样 不想打扰我的话 那你就赶紧回去 以后不要再来了 你现在这种行为 跟刚才那个变态有什么情况 你跟着我干嘛 我已经不做你一行了 我没有什么料可以给你罢了 我是真心实意想跟你道歉 我不该骗你 我不该不告诉你真相 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件 伤害你的事情 你现在这样 就是在伤害我 我明白了 但就算你生我的气 你也不能置你自己的梦想 回去吧 回去做你的演员 你天生就应该做一个演员 我不做演员 不是一个演员 那事情让你解决了 陈墨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现在这已经不是我和你之间的事情了 我差点就 如果这件事情被别人知道了 我不过就是一个外卖人 我戴上口罩重新送餐就可以了 可我姐姐呢 她会被所有人拖沫 什么我原谅不了我自己 我也原谅不了她 你有什么原谅不了自己 你都为她做了多少 她还为你做了什么 如果我没有她 我还只是一个北嫖的外送员 要是她呢 就回这种小乡村 跟这种男人相亲 也还不如北嫖做外卖人 这种男的也比你强 希望他们有一说一 不会骗我 可你也骗了我呀 可我没有伤害你 你还有什么是真的 就连喜欢我 也只是为了更好的骗我 你为了钱 真的什么都愿意做 想说喜欢我累了 亲我一下就挣多少钱 十万 一百块 那个男的我觉得至少被你强 我情愿跟他结婚 生一百个孩子 天天洗臭袜子 我也不愿意见到你 至少人家有一份正常工作 不靠坑工管缺 出卖良心 挣黑心钱 结果他们不欺骗别人的感情 喜欢你这件事是真的 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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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着恋着你不想 可是我不喜欢你 我看到你就会不喜欢你 你离我远点 我希望的绝望的伤心的 你站在 这样 这是我女儿 演员也特厉害 知道吗 你把你演戏跟他们说说 爸 你快别说了 怕啥 你那不演完小半个月了吗 还不让说 你跟他们说着呗 爸 你快检查检查 别落东西了 没落啥 就这点东西 她都在这呢 我女儿一夸她就害羞 行行行走 走走走走 好好演着啊 不用送不用送 快走吧 好 早日康复 好好好 好 爸 干啥 你别总跟别人说我是演戏的 别人听到多不好呀 那有什么不好呀 我闺女做演员 之前不能说是因为你姐 现在你自己做演员 我不得马是地步都给我嚷嚷一下 杨杨 你待会儿想吃什么呢 叔叔都给你买 那不是 那小 爸 你再回去祝火院 不是 行了 我 我再回去祝火院 杨杨 吃个薯片怎么样 我不要吃薯片 我想吃冰淇淋 要是你生病没好 不能吃冰淇淋 那我自己挑 好 这个呢 姑娘 你小心点 你过来 你过来 这 小女孩是谁啊 这是 爸爸 你胡说什么呢 肖默 你别误会 事情不是你想这样 爸爸 你不要我了吗 可以啊 你不光是个狗仔 还是个有家有市的狗仔 对 不错 挖手放开 肖默 你误会了 他真不是我孩子 不要打我爸爸 不要打我爸爸 你看我他爸 你不要打我了 小孩子怎么会撒谎呢 你误会了 不要打我爸爸 不要打我爸爸 黄盈盈 你浑蛋 你无耻 你 你 你这儿还有个孩子 你还有个孩子 你 你叫他 你请我解释 姐姐吃醋了 姐姐吃醋了 姐姐真的吃醋了吗 你怎么来了 我来跟主创团队碰面 定义下我特别出演的戏 你也来演直播电影 你也来演直播电影 你也 你都入行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还是一点长进了没 非要我把话说得那么明白 你难道抢了我的角色 这么小的角色你也要跟我抢 结色是有点小 所以你也就是无关紧要的路人 我来就是友情客串特别出演 是彩蛋也是宣传品 懂吗 你要写的还多着呢 好 我在二八中 但我把人做不得了 谢谢你 谢谢 我 你是在评andon 我们刚才准备了 怎么了 走吧 我的车在外面 今天项目会我就不去参加了 好 就按你们说的办吧 可以 到时候再给我打电话吧 你要是忙的话 把我放在路边就行了 毕竟你还有个女儿要照顾 那不是我女儿 你今天事情结果怎么样 常明一直没有给你找执行经纪人吗 哪怕找个助理给你也行啊 让你一个人在大堂轿车像什么话呀 你干嘛总问这个 我是想 说如果你没有找到合适的 看看我怎么样 停车你放我下去 行行行 我不停了 可以吧 对了 我刚刚帮你申请一个试剂 小执作 但团队还不错 在业内有点小热度 但比你之前那个烂锡强 你要是愿意 咱们下午四点 喂 明哥 萌萌 萌萌 实际的事就算了 明哥也知道你着急 在这边就算翻过去吧 你在哪呢 我这边有个小饭局 特意为你存的 现在想拍电影啊 那里街交圈里的贵人 那赶紧过来啊 那赶紧过来啊 我一会儿往定位 把你手机上 好 就这么定了 行 停车 我说过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今天我是一时勤急 才上完你的车 但不会有下次了 谁把上了放这儿呢 你放这儿干嘛呀 我请你来当大爷的 是不是 你也不掂量掂量 自己几斤几俩 能不能干 不能干 给我滚 你出道就是为了来 严重耐心吗 我是不会帮你的 我也不需要你帮 喂 喂 你好 吴老师 我 我是陈墨 是这样 呃 那个 你们这边是不是 正在选局啊 已经选完了是吗 那打扰你了 喂 你好 我是那个家园陈墨 咱们上次 见过一面 我想问一下 你们那边 有没有正在进行的项目 我这边有一个小演员 但是演技很不错 暂时没有啊 喂 燕子老师 我是陈墨 对 我想问一下 你这边 是不是在选局啊 太好了 我这边有个演员 不知道 你敢不带进去 也就是小母 也要我们归的妹妹 带完姐去带妹妹 你还真是喜欢这张脸啊 既然你都张嘴了 那就带她来看一看吧 喂 燕子老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今天下午有点事 可能就不过去了 我马上就签完了 你再等等 不是 哥 姚老师来找你了 谁 姚孟贵 说是开完会想顺便见见你 姚孟贵 这么晚了她来干什么 怎么了 今天的姚老师 和平时有点不一样 我去先见 肖牧 对不起啊 我不请自来啦 宋慈 我有话想跟你说 我们能出去坐坐吗 现在吗 可是现在有点晚了 不可以吗 不可以吗 走吧 原来 你都知道了 其实我当时 真的不想买你的 但是你也知道 我姐姐那个人 没关系 我理解她 那就好 你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有些困难 只能接到一些烂片 烂综艺什么的 宋慈 我可以坐到你旁边吗 好 好 宋慈 我今天叫你出来 是想告诉你 其实 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 或许你早都不记得了 当时我第一次扮演我姐姐 我什么都不懂 还走错了教室 你冲我温柔一笑 给我指了路 从那时候起 我就已经喜欢你了 但那时候的我 不敢表露这份喜欢 因为你只知道姚梦归 不知道肖默 我也不想要欺骗你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 做为自己了 对 宋慈 你也很想念李荣静的 对不对 我很想念我们拍戏的时候 我也很想念你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你喜欢我吗 是我 肖默 今天的姚老师 和平时有点不一样 陪我出去走走 嗯 有件事我一直都特别想做 跟我来 我去告诉你的 我们去看电影了 小白已经帮忙把票取好了 这种事她从来不会多问 那我们 算不算约会啊 我先进去 咱们别一块走 电影已经开场了 没人会注意到的 是不因为她这么难过了 她怎么还哭了呢 她怎么还哭了呢 她不会哭啊 我 我 我一点都不然哭 是吗 我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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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疼的 是吗 我疼的 怎么还来看初雪之下 自己演的看不够啊 回忆一下 我们的甜蜜时光嘛 知道今天 我还是会对李荣津心动 我觉得 杀香之后你就变了 变得和大学的时候 一样讨人厌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不是杨牧桂演的 是你演的 难怪 还是系列的李荣津好 那么温柔 闲静 看我干什么 看李荣津啊 你先别走 你干嘛神神秘秘的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你不是还有信没送完吗 那你赶紧去吧 我也有事 要走 不是 我是想说 我希望你能不能找到 你帮我 不想 Claire 我可以帮你帮你帮你帮我 我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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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去哪儿 去了你就知道 你折腾我玩吗 是 其实这个时候 已经不准人上来了 好在负责人和我很熟 给我开了个后门 我怎么觉得你看起来 不太高兴啊 哦 我知道了 一定是因为功劳 都被姐姐给抢了 不开心了 对吧 没关系的 我知道怎样就好了 肖母 其实我等你这句告白 等很久了 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没什么机会相处 自从和你一起拍戏之后 我见识到了你的温柔 可爱 善良 我发现 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你 别说了 为什么不说呢 这句话我想说很久了 只是一直没有勇气 直到今天你来找我 杨沫贵 有意思吗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在烧烤摊的时候 拍戏的时候 我总是牵着李永静的手 很熟悉 他的手可没有这么光滑 是有剪的 你倒是摸得挺仔细 一开始我可是当成你在摸的 大学的时候牵不到真人 在戏里总可以吧 既然你都已经知道是我 你为什么还 为什么还约你看电影 为什么还对肖默表白 杨沫贵 你看你气的脸都绿了 我就是想看看你现在这张脸 所以才对你妹妹表白 我就是想看看 你气疯了 会不会原地爆炸 好可惜啊 我这后面还有更多肉麻的话没说呢 你也太没有耐心了吧 也你妹妹 好歹用点心 你演得那么凶 不摸手我也早就认出来了 既然想要耍我 敬业一点好不好 反过来被我耍成这样 不丢脸啊 你跟她表白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 因为你喜欢我 黄米花被你一个人吃掉了大半头 这还不算生气 我们且未了不会是双胞胎 终于 你再提她一句试试 掏孔 我不得不再提她一次 我很感谢你的妹妹 拍戏的时候 我以为那个才是你真正的样子 我可伤心了好长时间 毕竟我从大学的时候 就开始默默喜欢你 关注你 羡慕你 跟你较劲向你看齐 没想到 一拳打在棉花上 都是一场空 不还好 你终于回来 是否让我爱你的 脚步变成虫 为何你不懂 解不开你心深处 其实想离开 我试着去看大 在你门前存在 控制不住的思念 给你的誓言 要永远 明白的爱 现在依然还存在 就这样等待着 你的出现 彼此爱依赖 直接流动的誓言 我们彼此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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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叔叔 在街板里 你这木木 这怎么地上地啊你 没有呀 我也没办法 慢慢你啊 你把它送回家 我这里面还有客人呢 我得照顾着啊 把它拉了啊 我先走了 谢谢啊 来 来 麻烦你了 哎呀 来 你先坐这儿缓一缓啊 哎呀 这孩子 喝成这样 来 坐 这位背不动你啊 想怎么整啊 小陈啊 你能不能过来帮个忙 到家了 哎呀 哎呀 你先扶着 我 我开门 哎 钥子好像落你车里的 哦 我这样的我先取下 扶好的啊 行 好 好 好 兄弟 这么不能喝 还天天喝 这都醉几回了 这是我想喝吗 那不是因为生活所迫吗 咱们怎么不进去啊 你把我帮带钥匙去车里取了 钥匙 钥匙我有 嗯 钥匙 嗯 这把给你 以后 你想什么时候来 你就什么时候来 咱们都是好兄弟 嗯 拿着 你快收好吧 给你就拿着 你不把我当自己人 是不是 我说给你你就拿着 好 你听话 嗯 我们先进去吧 嗯 嗯 我难受 谁让你喝那么多 好 陈墨 我难受 好了 我难受了 我喜欢你倒杯水了 嗯 陈墨 你还喜欢我吗 嗯 你还喜欢我吗 离开你觉得太快 喜欢 你的泪光 你自看着光远花 每个人都容易离开你的手 我每天追着眼睛也想你 闭着眼睛也想你 我好像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以做 你就是人家想你 那就好好想我吧 可是想你 我会想那天 我站在那个路口 从中海了 想你 我要努力地往前走 想你 想你 我也得觉得你不喜欢眼睛 想你 我也得带我爸去上前面 我让很多人都冒了他嘲笑他 不幸好难过 我本来应该保护他 但是我没有 我都知道了 我都知道了 我 你俩没有魂魂一枪 如果你没有遇见 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的时间 我这辈子 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一个我暂时的遇见 最幸运的事情 就是遇见你 你偷温不会迟来 我的爱不在等待 我要见你现在 我永远都喜欢你 爸 爸 爸 出去了吗 手机怎么关机了 快看微博 醒了给我回电话 爸 爸 爸 这儿黄瓜不错 来给我抽三根 三根够 五块 五块 这么贵啊 昨天买了四块六呢 你给便宜点 不是常买 九五块 不买算了 不买就不买 不是 今天怎么了 跟老婆吵架了 什么呢 喂 爸 你去哪儿了 我出去买菜来了 好 我去哪儿啊 你害的 我因舊你不怕 你要出去吗 一会儿有个行程 不能推掉 已经答应别人了 但是可以 多陪你一会儿 我们玩个游戏吧 好 什么游戏 我们互相问对方三个问题 必须如实回答 谁撒谎 谁不得好死 胡穿地心 这也太狠了吧 怎么 已经做好撒谎的准备了 那倒没有 第一个问题 你从出道到现在 谈了几段恋爱 你是第一个 出道这么长时间 怎么可能没有谈过恋爱 我对别人礼貌 不代表我对每个人 都要发生感情吧 那倒也是 我的问题是 毕业大新那天 我救的人是向睦睦 是 那你在哪儿 我不想回答 好了 第二个问题 你喜欢过什么 我喜欢你身上 独一无二的东西 比如 你现在咄咄逼人的样子 第三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我出了负面新闻 再也当不了明星了 你还会继续跟我谈恋爱吗 正好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 咱们去一块儿回答 不会 如果爱情和事业出现了冲突 那肯定是牺牲爱情 灵修自保 何必抱在一起死的 还是方朝 这是你想要的答案 不愧是你 杨鸿贵 你究竟怎么回事 我们答应好去客串 本来是想卖片方一个人情 你却演成了这个样子 搭进了人力物力 我就先不说了 现在反倒是我欠下 他们的人情了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 你对张军珍的新戏有兴趣吗 你怎么 你怎么直接在他面前演砸了呢你 你 你 你怎么直接在他面前演砸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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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很抱歉 我今天不在状态 你是不在状态 还是一心想着算起肖木呢 对不起 原来你都知道了 杨鸿贵 你跟我说实话 你就这么地不喜欢肖木吗 你要是不喜欢肖木 想要给他屎半子杀一杀他的威风 我不反对你 我也充分理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你要记住 我是你的经纪人啊 咱俩不是敌人 下次有什么事情一定要跟我商量 但在这个圈子里面 只有我 是唯一帮助你的人 肖木那边有错事了 你知道吗 当年呢 肖家妈妈确实回来找过我 说是想正式收养这个孩子 本来呢 我还有点担心 毕竟他们确实是从人贩子手里买的孩子 这个买卖关系呢 也达成 但是肖妈妈跟我说 确实呢 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为了救孩子 才这样做的 事后呢 他们也报了警 人贩子也抓住了 他们是先放出了文章 然后揪出了个别网友的质疑之情 然后放出了这个视频 直接把这个事情给平反了 我知道 你是想告诉我 等肖木站出来发公告 说他支持人口贩卖 反咬他一口 但是我告诉你 你那个妹妹 似乎不是你想象的 不那么简单的一样 记住 以后有什么事情 你要先和我商量 如果我们俩之间 没有这种信任 那我们的合作关系 迟早会出现裂痕的 等到那一天 我帮不了 一切就不可挽回了 你回去吧 好 干嘛呢 你不怕给人看见了 害了 姜叔买完了 那壶不开提那壶 这个是什么 目前可以走的路 和已经走不通的路 一般我遇到举手的问题 就会给自己列出一些 可能的选项 那 我为什么被划掉了 我客串没有演好 你能帮我吗 直接曝光恋情 转移视线 那我就彻底完蛋了 姜叔都不用考虑 直接打包给我扔出去 你就不能说 因为你是我的男朋友 所以我舍不得算计你吗 你居然会觉得我舍不得 你怎么这么可爱 我都已经把你列在选项里了 也没有怕你看到 现在突然假惺惺地跟你说 我没有算计你 你信吗 杨梦贵 只要你说 我一定会信的 他发什么神经 我可是跟你说过的 一旦你失试 我就会一脚给你踢开 那 你总得为我哭一下吧 可以啊 十分钟 不能再多了 你笑什么 因为我觉得 时间挺长的了 对了 这个给你 是 你是真的没有谈过恋爱啊 嗯 你有什么 太幼稚了吧 你不要算了 哎 我要 但是我先跟你说好啊 这个我可是不会带的 你趁早死了这条心 现在那些粉丝 恨不得把高清镜头 对你脸上拍 你脸上长颗痘都瞒不住 还带情侣款 你怎么不直接把谭丽雅三个字 纹在脸上 怎么样了 已经没事了 之前那些恶评 都已经被刷下去了 我爸那边 我已经打过电话了 那你怎么还一副不开心的样子啊 我还在想之前的事情 你说 我那个时候怎么就像中了邪一样 每天都想着什么热度啊 人气的 我那个样子跟姚梦归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之前明明跟自己说过的 我要做一个好演员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不觉的 就都被卷进去了 你以为大家都在争 会让你有一种挫败感 可能吧 而且我发现 网上的那些人 其实也并不在意真相是什么 他们骂人 也就只是为了找乐子 我就是那个乐子 陈墨 陈墨 我觉得 我好像变成了一个 谁都可以去骂的 玩意儿 好啦 不要再想了 天天讲这些我都烦了 我给你是母爱吗 等等 你这个人倒挺不客气的啊 你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说做就坐下来 还喝着我家的酸奶 我给你忙前忙后这么久 坐在你家沙发上 喝瓶酸奶都不行吗 我 我跟你开玩笑的 你再坐下来 咱们再聊火天 哎呀 不错了 你是不是又要去看你女儿了 那不是我女儿 肖默 你还想知道 那个女孩的事情吗 我 那个小女孩的名字叫杨阳 五岁那年 身葬出了问题 她的家人为了救她 把她的信息 发到众筹网上 但因为我当年错误的报道 导致杨阳的父母 被怀疑诈卷 事后得知真相的我 非常地愧疚 但已经无法挽回 我只能一个人数岁 所以我借了高利贷 为杨阳致命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为了钱 来到你身边做国赛 这件事情 你之前怎么不告诉我呢 我怕你 你会因为这个瞧不起我 你什么都不说 我就能瞧得上你了 什么事情你都自己扛 我心里就不难过了吗 是 但是我现在明白了 一切都是我的不好 我应该对你再坦诚一点 肖默 你让我重新做你的经纪人好不好 可是你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工作 我不想耽误你 即使我在其他地方工作 我的心 也一直在你这儿 如果有一天 你成了著名的演员 我不在你身边 我会感到很难过的 所以 让我重新做你经纪人 好不好 蓬佩和月月 我给你找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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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好 张老说让我去出演他的新电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正忙着呢 思思 你怎么来了 我偷偷去医院看过叔叔了 留了微信 这个地址是叔叔告诉我的 来 姑娘 吃水果 你俩聊着 我去做饭去了 爸 你 怎么了 你思思 没事儿 我跟我妈妈在家闹矛盾了 这次来你这里是来避难的 你可一定要收留我啊 怎么回事儿啊 别提了 肖默 你不是说有发票也给我吗 原来 原来你们两个这现在是又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不是不是 还没有 太不行了 嗯 你忍什么呀 你说说你脖子上那个东西 要叫脑袋吗 我们回房里说话吧 什么话想跟你说呢 快 快走走走 这都多长时间了 趁默回来给你当助理这么大的事儿 你都不告诉我 还当我是你朋友吗 我这不是 不知道怎么跟你开口吗 你会开口吃饭 你不知道开口说话吗 好了好了 不要生气了 我下回一定告诉你 好不好 那你跟我说实话 嗯 他这趟回来 就真的只是给你当助理这么简单吗 他没点别的心思 最近发生了那么多事情 我工作也就刚刚好起来一点 我现在跟他都没心思想别的 先把手头上的事情做好吧 好了好了 别光顾着说我 也说说你 你到底怎么回事儿 其实 我也没什么大事儿 就是我上演的戏刚结束 想要跟我妈商量商量 说去演一年话剧试试 算有个经历嘛 但是我妈不同意 她跟我说演话剧叫浪费时间 演话剧怎么能是浪费时间呢 在她眼里啊 不能赚钱的全都是浪费时间 我跟你说 她就是控制我控制得特别习惯了 她没办法接受我已经长大了 还有主见这个事实 你这都二十多岁了 你妈还想着 试试听你拿主意呢 是不是很变态啊 你好歹还有个妈管着呢 你想要你就拿去吧 她根本就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她只会逼我做她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啊 终于逃出来了 可我又不知道我一个人能不能行 以前我每次表演的时候 她都在现场的 现在她不来了 我心里还挺慌的 你别担心 还有我呢 我会支持你的 那下一周我还去守眼 你来不来 去 当然去 你要是担心一个人不行 你就把我当上你吗 你说什么呢你 好了 好了 开玩笑的 嗨 思思姐 祝你演出成功 谢谢 祝你演出顺利 谢谢 思思 祝你今天一切顺利啊 你妹妹呢 我还以为她要跟你一起来呢 我妹妹今天正好有事 太遗憾了 她还特意让我跟你问好了 别给脸不要脸 别给脸不要脸 肖木来了 思思 祝你今天演出胜利啊 你可算来了 你演出我能不来吗 我觉得今天的眼妆特别适合你 真的吗 特别好看 走 我给你买了糖炒白 别死你了 我馋了好久了 她不是说她不脸吗 不确定 就别把话说得那么绝吗 你嘲笑我 我们好几天都没联系了 也不见你答应我 怎么 光顾着和你妹妹生气啊 谁是我妹 至少在其他人眼里 她永远都是你妹妹 她还还不需要 她还得到她 她也很喜欢 她更多 有点度 她也不辞 在她身边 女朋友 他也不爱 她也不爱 她不爱 她也不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了 这是个都市剧啊 主要都是男人戏 你虽然是女主 但是戏份不算太多 不妨碍你在中间那跑别的行程 好不好 知道了 谁啊 跟你有关系吗 我就问问 她看不见 太亮了上面 阿姨 其实思思一直都在等您 她跟我说您不在 她心里慌得很 她特别希望您能来 真的 算了 我还是走吧 免得她看了我 不高兴 天思思 不再 belonged 尸春 啊 无所真的 我真的是 请问人事部怎么走了 你这实习生 一般只有实习生才会穿成这个样子 那边 那边 等等 谢谢 我怎么看你 这么眼熟 你是后援会的那个 小白 我们一会儿 我记得 你是我粉丝 那个 你能给我签个名吗 你 是叫唐欣吧 你还记得我的名字 来公司的实习吗 好好加油 小白 小白 我们走 他今天有行程的吗 侯运会的消息太之后了 他还必须得整顿 我走了 以后不要再联系我了 谢谢 姚老师 辛苦了 先休息一下吧 谢谢 谢谢 怎么准备了这么多暖宝吧 这不是我准备的 这是 是我准备的 这怎么了 我今天来 主要是为了 看看我的好朋友 看看呀 对 宋慈新代言的饮料 带了好多过来 你也尝尝 谢了 谢品牌方吧 还是要谢谢你 接了这么好的代言 对了 你们两个不是 一起合作拍过初雪之下吗 怎么还这么客气 这不是雪下完了吗 自然就不熟了 可能是路眼结束后太久不见 像土豆回生了吧 行吧 那你俩先聊 我去把饮料分一下 好 好 再生气 你又生气了 我很容易生气吗 我可没说 我没有生气 我只是觉得 剧组人来人往的 粉丝和记者有那么多 被拍到了怎么办 我很小心的 不会说谁 那万一呢 你现在顺风顺水的 又有你爸妈和姜叔照砍着 就算是出了什么事情 也多的是人会帮你解决 但是我不一样 我麻烦你做事情之前 多为我考虑一下行不行 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 来给你探班 慷慨都比你开心 慷慨他当然开心了 你来给他探班 他又有脸面又有热度 他凭什么不开心啊 你就这么排斥我了 那我还是走吧 你真的不管理我一下 你别闹了行不行 我一会儿就要拍下一场戏了 杨文贵 我们真的是在谈恋爱吗 宋慈 我以为我们对这段关系 都是有默契的 至少它不能影响到工作 我们互相吸引 不就是因为我们是同类人吗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 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居然这么幼稚 是 杨老师 现场有请 如果你不接受 那我们就提前终止这段关系 是 杨老师 杨老师辛苦了 今天就到这儿 辛苦了 孟茫 我今天没什么心情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你一直在车上等我啊 时间都起出来了 回家了就能躺着 太浪费了 在车上坐着就不叫浪费了 能来等你 不算浪费 我看你是演戏演套 台词什么的张可就来 小时候江书馆那几 早恋什么的 全都给我扼杀的了来 这期间心动的也不是没有 但真正成为恋人的 只有你 我其实还挺喜欢你的 要不然 我也不敢这么冒险 所以杨老师 你就对我好有一点吧 那我肯定会傻乎乎的绕着你转 就算被骗 也行甘情运 我还特意带着这个戒指过来 现在就交给你处理吧 你留下 或者丢掉 都行 你带了 没事 这是红豆 这给我了 就是我的 你自己说了 我扔掉都可以的吗 不准掉 不准掉 其实 我也挺喜欢的 我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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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太替掉 我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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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然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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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张导 多的话我就不说了 你知道我的性格的 这次的人物呢 要比李荣晶复杂 好好表现 我相信你可以演好的 我一定好好努力 不会给你丢脸的 张导 好好准备 好 导演吓唬你吗 没有 刚刚张导还鼓励我来着 他说相信我一定能演好 这都什么事情 连张军卓都开始鼓励新人了 你可以小心点 他可能想拐骗你 张导好像真的猜到 出血之下是我演的了 不过好在他刚刚没问 不过他问了的话 我也不会说的 时间差不多了 我看我们也应该 你这是干什么呢 我又想 谁吧 又要一起拍戏了 请多多指教 我怎么觉得你变成了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你 我 recognanas 怎么知道 你 Cash家 你穷的 你不敢说 还故障 你 这的我 你这辛子 刘来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可能 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是一对 网上那些都是谣言 我跟你说 我刚刚可是亲人看着他来见面 眼神里对对方那个嫌弃啊 我的天哪 我现在想想被我害发疗 都是那些资格粉在网上乱捂呗 他俩完全就是灵交集好吗 怎么还磕得动啊 整天喊什么 慈默是真的 慈默明明就是假的 他们不知道吗 就是 还天天在微博上瞎说 没事 我们也不用跟他们争 等彻底毙音那天 再让他们自己哭去吧 这么大声讲电话 全楼都听不见 我说你能不能别再跟饭圈那些人传八卦了 要是被别人听到 可是要开除他 干什么 你要告发我 我 我是怕别人告发你 给你吃 谢了 这不是我们站在前两天送我送辞的吗 好啊你偷拿 不是我先走吧 天哪 你哥哥好帅 你这卫生间伤得够久啊 抱歉 抱歉 开车吧 哥 我接个江苏电话 你这卫生叫你 咱们得挖 写什么 你了 可我 你这真的 我找你 你这就是 你这你这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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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 你这 你这 我这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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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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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我正好在楼下有点事 然后听说你在这边录节目 我就想过来看看你 怎么 你那个根屁虫 今天不在 他说他有点事 要出去一下 不过说了 晚上会请我吃饭 你干嘛 你们吃什么 说是吃西餐 你到底干嘛 你傻呀 他明显就是想跟你表白的 天人嘛 没有 你想想 如果是工作上的事 他能不打招呼 就这样偷偷离开吗 再说西餐厅啊 那简直是表白圣地啊 真的吗 你们俩这都多久了 就算是两棵铁树 你都应该对着开花了吧 你今天怎么穿这么少 早知道我就不订录台了 要不咱们换个位置吧 哦不用不用 我觉得这里就挺好的 这里风景好 也更 更合适 对了 这是我新买的裙子 你觉得怎么样 看着挺乱的 你平时不穿挺多的吗 你今天怎么想着约我出来吃饭 没事就不能寄你吃个饭吗 我看你不像没事的样子 你尝这个汤 应该很合你的口味 嗯 我去处理 我去处理一下 嗯 你好 哦 你好 想问一下 这些是给哪桌的客人准备的 哦 这是准备给露台上的客人的 哦 其实 我真的有话想跟你说 你说吧 你怎么脸红了 你果然还是冻着吗 啊 要不 我们进室内去吃吧 不用不用 你不是有话要说吗 赶紧说 哦 哦 哦 我的意思是 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 那你快说吧 哦 哦 是这样的 我是想说 我 张武岛那边戏已经告一段落了 你又因为参加演员的意义 人气暴涨 要不要 再多几个综艺项目 就这些吗 嗯 我知道 你不喜欢综艺 你只想演戏 但我觉得除了演戏之外 多尝试尝试 是没什么不好的 肖默 啊 我是说 你知名度提高 对接作品是有好处的 亲爱的 嫁给我吧 嗯 我愿意 天啊 来 我给大家 嗯 大庭广东西下求婚 万一被拒绝怎么办 我肯定不会这么做 是吗 而且 戒指放酒里多早 所以 你要不要 什么 再接一个综艺啊 好 好 接吧 接吧 要不要 去吹吹风 这么冷的天 吹什么风啊 那要不要 去喝点东西啊 不是刚吃过晚饭吗 那 陈墨这是 求婚就求婚 还放烟花 一点工作心都没有 这是 刚才有人送过来的 说是庆祝求婚成功的礼物 每个女生都有一朵 祝你早日找到懂你的那个人 这对情侣戏可真多啊 又生气了 搞不懂 你这是做什么 我在鞭鱼楼 最近这一片呢 鱼水很多 外面肯定有很多积水 把这个呢 放到外面的池塘里 明早去收 我们就有鱼虾可以吃了 我待会儿跟你们一起去吧 好啊 你还没来过这儿吧 以前这里都是泥巴路 现在修成这种水泥路了 以前泥巴路的时候啊 特别容易摔倒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慢点 没事吧 你没事吧 完了 这气化了 开不了机了 那怎么办 要不 我们先回去吧 可是鱼龙我都做好了 不去放的话太可惜了 要不这样吧 摄影大哥您先回去 陈墨 你陪我去 如果遇到有用的素材 我们拿手机拍下来 交给我吧 你赶紧回去 估计马上就要下雨了 不好意思啊 谢谢你妈 没事儿 走吧 小心 就这儿吧 我们都赶紧走了 看见星期可能要下雨了 不行啊 我这鱼龙位置还没摆好呢 还差一点 这天气一看就要下青盆大雨了 再等一下 好了 走 好 我们来找个地方躲雨 好 好 怎么了 没怎么 没怎么 就是觉得很有意思 我好像跟你在一起 做什么都觉得很有意思 我来这儿 就跟回家一样 感觉一点都不生疏 我小时候 跟小林隔进山里玩 突然下大雨 我俩也是 找了这么个亭子 躲起来避雨 刚开始还挺好的 后来 不知道从哪里进来一只羊 满地拉屎 小林隔就跟他谈判说 这亭子啊 他一半 我们一半 谁都不准越界 后来我回家 我妈还笑我 说我满身的羊屎味 小林隔真的对我很好 你初恋来了好多电话 你接吧 你吃醋了 我为什么吃醋 谁还没个初恋呢 小林隔都四十岁了 孩子都上初中了 那你还说他在隔壁念大学呢 对啊 他去年参加了成人高考 为了弥补小时候 没有好好念诗的遗憾 好了好了 不说我了 我说说你呗 你小时候怎么样 我都跟你讲过了 我是说 除了那些悲剧和音乐 小时候就没什么开心的事 我妈妈很会跳舞 爸爸是个画家 他们年轻的时候 一同走过很多迷山大川 直到深下午 才安定下来 办了个民宿 每天背包客 往来布局 晚上兴致来的时候 妈妈会弹起吉他 妈妈在旁边 一起起心跳舞 有时候还会拉着我一起跳 在很多外人眼里 我们可能是不无正义的一家 但是我的童年 真的很开心 后来 妈妈 雪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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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妈妈没事 妈妈还能跟你说话呢 妈妈 别过来 你找别人帮忙好不好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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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你怎么了 我妈妈 我被吞吞到眼了 快去救救我 帮我帮忙 不要怕 在这里不要动 我去救他们 不怕 陈寗群是我第一个监导人 他说他会帮忙 让我快忙 我相信了他 其实 他只是真问多秒 拍了照片 这电视里播什么呀 那俩人没什么亲戚 留下个孩子也没人要 自我念呀 你看这一家子太倒霉了 真倒霉讲倒霉说不定 我听人说欠外债了 那出事之前就买了保险 谁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怎么会这样啊 你看那孩子多可怜哪 还有这个做父母的呀 真是的 那还有就是 这么多年 无论他对我再老 再无事 我都很感激他 感激他那天抱住了我 感激他收养了我 我想 他内心 可能也有很多苦闻和不安吧 他一直在等我长大 可以陪他喝一场球 仿佛有很多话要跟我说 我还没想到 我承担不及他的苦门 我承担不及他的苦门 所以你真的觉得你的亲生父母骗饱了吗 我不知道 无数个证据拿到我面前 说我们家亲女早就维持不下去 给我看我父母签的外债 告诉我他们在非常恰当的时候 买了高温保险 我没有办法反驳 但我不相信 所以我注定 不可能是个好奇者 我一直因为感情用事 被各种影片 不断地踩坑 不断地被别人挖坑 终于掉到了最大的坑底 但我遇见了你 老天爷 对我还是替仁慈 给我机会爱你 你说什么 什么都没说 我都听见了 那你还问 怎么在听 你想再听 那你得给我准备的时间 我得把戒指藏起来 得找人放烟火 还得买玫瑰花 不用了 我现在就想放烟火 我现在就想放烟火 小默 留生在世 不过几十年 除了吃饭睡觉 相处时间都更少了 我有点贪心 以后 吃饭睡觉 一直住心 日常所事 我都想和你在一起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我当然愿意 Don't wanna feel your heart Don't wanna feel your heart 你的晚不会出来 我的爱不再等待 I wanna see you now 我爱你 有点